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刘德华,领教了。 想不到邓紫棋翻唱《海阔天空》,开口秒杀男音版,网友,粤语还得看邓紫棋。 在《华语谈》中,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,她以其独特的音色和创新的音乐风格,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,她就是邓紫棋。 近日,邓紫棋的新曲《海阔天空》再次震撼了乐坛,异曲风神,堪称女版《黄家居》。 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邓紫棋的音乐才华,也让我们看到了她积极向上的精神锋芒。 《海阔天空》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,歌词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。 邓紫棋以其独特的嗓音,将这种力量完美地诠释出来,让人感受到了她的坚韧和执着。 这首歌的旋律激昂,节奏紧凑,充满了动感,让人听后热血沸腾,仿佛看到了一片海阔天空。 邓紫棋的演唱技巧,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 她的嗓音既有力度,又有细腻,既能演绎出歌曲的激情,又能表现出歌曲的深沉。 她的演唱充满了感染力,让人无法不被她的音乐所打动。 这首歌的成功,也证明了邓紫棋的音乐才华和实力。 《海阔天空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黄家居的经典之作《海阔天空》。 邓紫棋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,她是黄家居的忠实粉丝,她的音乐给了她很大的启发。 在这首歌中,邓紫棋不仅保留了原曲的精髓,还加入了自己的创新元素,使得这首歌既有经典的味道,又不失心意。 这种创新精神,也是邓紫棋一直以来的风格。 邓紫棋的音乐风格多元化,无论是流行的,摇滚的,还是民谣的,她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。 她的每一首歌都充满了独特的个人风格,这也是她能够在众多歌手中脱颖而出的原因。 《海阔天空》的成功,也进一步证明了邓紫棋的音乐实力和创作才华。 邓紫棋的音乐之路,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她在成名前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困难,但她始终坚持不懈,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挑战。 她的音乐作品,也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。 这种精神,不仅激励着她自己,也感染着无数的听众。 《海阔天空》,不仅是一首成功的歌曲,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 她告诉我们,只要有梦想,有勇气,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,实现自我价值。 邓紫棋通过这首歌,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,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力量。 说起邓紫棋的私生活,自从、泡沫,被爆出是邓紫棋吃恋林佑佳的家作后,他们的事情得到实锤之后,选择分手离开的是林佑佳,可被众人唾瓦的还是受害者邓紫棋。 邓紫棋当时出道时,整个公司散上胎椅就三个人,疯了是没有什么影响力,能为邓紫棋铺路的。 邓紫棋走到这份红火的地步,也自然是离不开他天生的音乐才华和自身的自律努力。 不过邓紫棋大火之后,据传是因为蜂鸟公司并没有远大目光,而是变本加厉的倒打一耙。 企图收回邓紫棋的一名,还用这个名字做商标,务必就是为了不让邓紫棋再用这个名字。 所以他选择付违约金解约。 欲火重生,不再是那个邓紫棋,虽然付了巨额的违约金,但邓紫棋也总算是首的云开见月明。 脱离苦海了。 邓紫棋的道路远远未曾平止。 一路走来,邓紫棋经历了坎坷的感情,无数的恶评,脱影而出,废剧稚嫩和纯真,逐渐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,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音乐人,一位值得被人尊重的歌手。 邓紫棋实际私底下非常的平易近人,无数网友曾在抖音杀到邓紫棋的直播。 虽然说娱乐圈许多歌手演员,利用互联网自媒体的平台,利用自己的粉丝基础,在各大平台上带货卖商品, 但邓紫棋的直播相比之下纯粹很多,更像是一场小型的音乐会。 看过直播的人都知道,邓紫棋甚至会耐心的看每一条评论和弹幕。 粉丝们点的歌他也会按顺序依次唱完,面对路人的提问,他也会耐心的解答, 邓紫棋的直播目的不是为了流量赚钱,只是为了闲暇时间唱歌给粉丝听。 这样一看邓紫棋的性格,其实还是很招人喜爱的。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邓紫棋说话唱歌,似乎一直像口齿不清一般含着什么东西。 那其实是因为邓紫棋有天生的身体缺陷,先天性的脸颊萎缩,导致他上下完全闭合。 虽然对于他生活带来一些不便,但也成就了他独特的嗓音。 邓紫棋有着这样的缺陷,却还坚持走着唱歌做音乐的道路,实在是令人敬佩的。 可仍有许多黑粉甚至不惜拿他的生理缺陷开玩笑,八酷嘲讽,实在是泯灭人性的举动。 不过这也可见邓紫棋的抗压能力,和对于做音乐的韧性是疯狂的,是坚持的。 虽然邓紫棋的性格慢热,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于唱歌的狂热。 这也是后续很多黑转粉、陆转粉的重要原因。 人品与实力共存,强者的方式,除了他作为艺人歌手的敬业和专注之外,他也格外的善良。 河南洪澳灾害一朝爆发,是严重的灾祸,全国各地都送去了支援和救助。 邓紫棋为河南的灾祸捐款一百万港币,平常的各种偏灾人祸,邓紫棋都格外关注,若是需要救助,邓紫棋都会捐款给救护车和救助站。 在国内灾害频发之时,邓紫棋甚至在直播间落位,他看到接连不断的偏灾人祸,感慨人间疾苦。 不得不说邓紫棋共情能力还是非常强的。 邓紫棋的歌曲逐渐火遍大江南北。 相信大家都听过永不会过失的经典,泡沫,八还有被无数人赞颂的,喜欢你,多远都要在一起,写不完的温柔,等等。 邓紫棋在舞台上发光的瞬间,也完全称得上那句《脸废女王》,邓紫棋的嗓音虽然是因为身体原因所致,不过这依旧证明,她适合吃唱歌这晚饭。 这缺陷仅仅只是给了她具有雌性的嗓音,可邓紫棋唱起歌来的清透富有力量,都是因为她本身就天赋一柄。 她的天赋也发挥在她出色的作曲能力上,上面所有列举的一切热门歌曲,都是邓紫棋一首创作,从作曲填词到录制,都是她亲力亲为。 而邓紫棋几乎每首歌都能收服听众的耳朵,这也侧面展示她的作曲能力,夺到了大众的认可和好评。 在实力面前,一切的造谣都是徒劳,也许比起强力争辩和无休止的内耗。 邓紫棋已经学会了用强者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了。 邓紫棋写歌作曲,很接近于一句话,艺术来源于生活。 她的歌曲和歌词都紧跟实势。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歌手必须要做到的,那就是合理利用自己的优势和长处,为某个正在被某件事折磨和摧残的群体发声,表达他们无法言说的遭遇和情绪。 邓紫棋有首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 结语,她的《受难曲》,MV配上歌词看到后面都不自觉眼酸,歌曲话用了鲁迅《狂人日记》的典故,过语伤人六月寒,自从互联网诞生开始,网络逐渐变成人类新的战场。 这里缺乏对真相的重视,缺乏对言喻的负责,却从不缺乏对他人的审判。 这些可恶的键盘侠,躲在屏幕后面的有恃无恐。 字缝里横行霸道,多少人已被吃掉,一个个麻痹的恶魔。 网络暴力在现实中量成都不胜数的悲剧,不时出现有人因为受到网络暴力而自尽离世的新闻。 尤其是这两天的新闻,看得心痛且窝火,借歌曲把心中无处宣泄的悲愤化为力量,希望大家都能拒绝言喻暴力。 这个时候,邓紫棋作为歌手的意义,被再次升华了。 也许她也是感同身受的人,在没愿愿意聆听她内心苦楚的那些年里。 她也承受了网络暴力这样莫大的伤害,虽然她走出来了,但那些阴影不会消失。 因为临过雨,所以也想为更多的人撑伞。 就是邓紫棋创作《受难曲》的初衷,她希望更多听到这首歌的人明白。 如果你正在用言语诗暴他人,请停止,请道歉。 如果你正在被原网络暴力,请不要妥协气馁。 有更多的人会和你站在一起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哦。